在篮球比赛中,地上走个三步不出球就是犯规,但在NBA,有一种情况下却不会被吹犯规,不是因为裁判的上资片或是眼神不好,而是一些球员可以做到在空中走步,让裁判和对手无可奈何。 一,乔丹空中漫步乔帮主的身体天赋在NBA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0.92秒的逆天之空让他上演了无数经典空中作业,特别是那个经典的空中二次拉杆,乔帮主的脚下动作也是极其丰富,看乔帮主的上篮,总能让人有在空中嫌平信步的感觉。 长长后起跳的球员落地了他还在天上飞,甚至有球迷戏称他在空中走步了。 二,33岁詹黄又走步在最近的比赛中,裁判竟然又没有吹詹黄走步,不过这次不是因为裁判偏袒,而是詹黄在空中走步了,这让裁判怎么吹,在比赛中他本想扣篮,裁判却推了对手犯规,詹黄停止了扣篮,但在空中走了三步才落地。 33岁的詹姆斯还能有如此弹跳和调整能力,的确是太过恐怖了,23岁的他和如今的他简直没有多大区别。 三,罗斯敬奥弹跳做出大回环传球巅峰的罗斯身体素质可以说除了力量以外都比如今的威少还优秀,敬奥的弹跳让他成了芝加哥新飞人。 一次合活塞的比赛中,他在两人包夹下完成了大回环传球,可以在空中都不止登了一两次,制空时间恐怖的接近完整的一秒。 四,白乔丹空中几步让人数不清楚了NBA第一人麦克尔·乔丹,扣篮界还有一位乔丹,实力不输于老流氓,他就是被球迷称作白乔丹的加拿大扣江。 三,就他这一个扣篮,你能数清他在空中走了几步吗?至少三步绝对是不止的,看完他的扣篮,只能让人感叹,牛顿的棺材板都要摁不住了。 五,科比空中一广似虽然拿的扣篮冠军,被很多人认为是历史最水的扣篮冠军,但年轻时候的科比的身体素质可不是吹的。 他无数个实战扣篮和上篮都成了经典,特别是一人单挑哪次四人的空中拉杆,没得只能用空中骂步刺个字来形容。 从篮筐一侧飞到另一侧,飞过四个人完成拉杆,实在是太过帅气。